大家好 市長 還是要組織上班 請問你講他經常昨天到議會的時候有講說你有交辦的事情 齁 我跟你講齁 站好了 我跟你講齁 來開一個記者會把這些都講清楚 一次全部處理 我跟你講那個帳 還要等那個 我們要看那個會議室公會到底能不能配合 因為那量實在太多了 他沒有回你嗎 就是會議室公會 他們要依序 依序找人 主席 海國大樓新家是被報沒有裝修出客嗎 而且蔡壁如先生也被報作獎賬 蔡壁如先生也被報作獎賬 好 謝謝 這事實在帶您關注民眾黨立委們在今天早上是一起到了 中央黨部這邊來開成會 要來討論下一個會期的優先法案 不過民眾黨主席柯文哲的近期是陷入非常多期的爭議 包含金華城案在昨天前台北市副市長彭政生就坦承的 的確是柯文哲在便當會上交辦下來的 而對此柯文哲的最新回應帶您來看 您昨天到議會的時候有講說 那您有交辦的事情 我跟你講喔 站好了 來開一個記者會把這些都講清楚 一次全部處理 我跟你講那個帳還要等那個 我們要看那個會計師公會到底能不能配合 因為那量實在太多了 他沒有回你嗎 會計師公會 他們要依序找人 我們可以聽到呢 柯文哲就說呢 之後會開記者會來把一次所有事情都給釐清 不過呢 有別於過去柯文哲都說呢 把會議紀錄上網公開就好 他再來做這個反應 但這次呢 他確實說呢 召開記者會來做澄清 不知道是不是柯文哲自己呢 也擔心自己是否會被約談 不過柯文哲還有其他的爭議 包含說呢 台坡大樓現在也被爆出說 三樓原本要作為中央黨部使用 目前也正在裝修 但爆出的疑似是違規施工 而對此呢 柯文哲則回應說呢 並沒有開始施工 而另外呢 前立委蔡壁如呢 近期也爆出了假帳的爭議 疑似是用交通費當人事費的方式來支付 那麼對此柯文哲則是不知情 只回了一個蛤 看起來他也是不知道事情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而以上現場的最近情況 我們把時間鏡頭交給彭內主播